我们每一名集的爱好者最早接触的和弦都是这六个 但是大部分人练个三年或五年之后 还是仅仅只会这几个和弦 这就导致他们迟迟无法实现脱谱弹级的 或者是拥有人人向往的激性伴奏 激性solo的这种技能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阅理知识 那就是和弦的命名与构成原理 懂了这个你就可以快速突破自己的平静期 首先我们要知道以上这些大家最常见的和弦 我们统一把它叫做三和弦 三和弦有两个必要的构成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拥有三个音 这三个音当中第一个音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根音 其实根音我们通过和弦的名字就可以给它确定出来 大家看一下音名的CDEFGABC对应唱名的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非和弦它的根音就是do DM和弦的根音就是re EM和弦的根音就是mi 也就是说咱们和弦第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是什么 它的根音就是对应的唱名 三个音当中的第二个音叫做三音 三音的计算方法非常的容易 那就是在根音的基础上往上数三个数 C和弦的根音是do 往上数三个数 一二三就是mi 三个音当中最后一个音是五音 五音就是在根音的基础上数五个数 找到根音都数数一二三四五是个so 所以咱们平时长期按的这个C和弦 实际上就是由do mi so这三个音叠加形成的 OK为了确保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 咱们把C和弦恢复到集的前三品的直板音节图上来验证一下 这三个点位就是咱们C和弦的标准按法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三个点位分别是do mi还有高音do 说好的do mi so怎么变成这三个音了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和弦图上面的细节了 C和弦六弦上画了一个小叉子 小叉子表明六弦不参与到这个和弦的构成当中 也就是在实际演奏的时候 六弦不能发出声音 再看一弦还有三弦上画了小圆圈 表明这两根琴弦发出的是空弦音 我们都知道空弦音不用去按 所以C和弦实际发出的声音应该是do mi so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说一下三和弦第二个要素 三度叠加是怎么个一回事 刚才我们说过了 根音与三音之间需要数三个数 这种数三个数的关系就叫做三度 五度的方法就是在根音的基础上数五个数 但是数五个数太麻烦不好记 我们惊喜的发现三音与五音之间也是三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推算其他和弦的时候 确定了根音之后 只需要数三个数确定三音 然后在三音的基础上再数三个数 那就一定是五音 当然你也可以暂时理解为三和弦的构成音 就是间隔一个音叠加一个音 em和弦间隔一个发叠加一个so 再间隔一个拉叠加一个c OK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咱们快速的把剩下的和弦构成音给它推导出来 然后根音还可以决定和弦的极数 比如说c大道里面咱们说的1645 指的就是c和弦am和弦f和弦 还有g和弦1645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 咱们推导的这个和弦构成音 如何用到激性伴奏或者是激性solo里面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点玄队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和弦的构成音 给第一小节配一个c和弦 给第二小节配上一个am和弦 因为c和弦的构成音就是domiso 与这小节的旋队音domiso 是完全重叠的 这个时候和弦与旋队音搭配起来 听起来才会好听和弦 当然了这小节你也可以勉强给他 配上一个em和弦 因为em和弦里面呢 包含了mi和solo这两个件啊 这小节里面mi和solo的比重 也是非常高的 甚至你给他配上一个g和弦 他也可以凑合听 毕竟旋律音与和弦构成音里面都有solo 只不过呢 听起来和弦度并不是很高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绝对不能给这小节尝试去配dm和弦 因为他的和弦构成音与旋律构成音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是相同的 这个时候和弦与旋队音搭配起来 听起来就像打架或者是见了鬼一样 所以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反映出 每一个和弦的构成音的话 那么记性伴奏 记性骚奏 你是永远无法真正学会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去死记硬背啊 给这个视频点个收藏 没事多看几遍 根据三和弦的概念啊 边理解边记忆 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活学活用 OK视频内容废设到这里 我认为此刻就掌声啊 老铁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